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是教你如何偏写程序 如果你是想以中文的教学的方式来学习如何写Java程序的话 那么你就来对地方了 我会在这个视频里所把手的教你如何偏写Java程序 我会将我在大学里所学到的所有有关Java程序的知识 毫不犹豫地分享给你 我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和最简单的例子来教你如何写Java程序 将最复杂的Java程序简单化 帮助你轻松掌握Java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我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别忘了订阅点赞评论以及分享这个视频 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进入Java程序的教学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安装Java SE Development 因为Java需要这个东西才能够跑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Google打Java SE Download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个Java SE Download 点击这里 它就出现这个Oracle的website 然后你就拉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Java SE Development Toolkit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个链接 你按着这些链接呢就可以直接下载这个SE Development 那么进入你的电脑 那么楼上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有三个Operine System 有Linux MacOS 还有这个Windows 那么这个可以根据你的电脑的这个Operine System 那么我的电脑呢是Windows 所以我再按点击Windows 然后我就下载这个64 Install了 按这个链接呢 按了一下它就可以直接下载进你的电脑 当下载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这个instruction 去安装这个Java SE进入你的电脑 现在呢我要跟着你的事情就是 Java需要这个IDE 来写 练习写这个Java程序 那么这个IDE呢有分为最出名的有四种 就是Napping Eclipse Intelligate Idea 还有JQuery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会用Intelligate Idea 来教你如何写这个Java程序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 安装这个Intelligate Idea 抵达Intelligate Idea在Google里 然后你就去按这个 它的页面的这个链接 然后它就会带你来到这个页面 这个Intelligate Idea 这边是给你介绍Intelligate Idea 是什么的IDE 那么你按着这个 点击这个Download 就可以下载 那么这里呢有两个Version 两个版本 一个是Ultimate 一个是Community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Community其实就已经够实用了 那么你就按这个Download 它就可以直接下载进你的电脑里 那么你就可以先选择你的Folder 下载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安装这个Intelligate Idea 跟着它的指示 来跟安装这个Intelligate Idea 进入你的电脑 然后下载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跟着指示 安装这个Intelligate Idea 进入你的电脑 那么当你安装好这个Java Intelligate Idea的这个IDE 之后呢 它就出现这个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呢 就是这个Intelligate Idea的这个界面 那么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Create New Project 来写你这个Java的这个程序 那么你再按这个New Project 它就出现这个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呢 你在上面这里 Project SDK 你可以看到哪一个版本 你下载的这个Java SE Development 是哪一个版本 我的版本呢 是版本10 10.0.2 那么现在你要做的就是 按这个Nest 然后这一面没有Template 没关系 那么你就去按Nest 好了之后呢 在这个界面 你要给你这个New Project 一个名字 那么你就可以先选择这个Folder 我就去我刚刚的那个Folder 按这个Java Program 按OK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Project 这里就有一个Program Java Program它的名字 那么你就按Finish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 安装那些需要跑这个Java Program的这个Project 那么好了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界面 然后你可以关到这个 你可以看左上角这里 去找一个这个SRC的这个Folder 你就可以WriteCrypto 去这个New 去这个Java Class 这个Java Class就是Create一个Java的这个Fold 然后再你可以给这个Java Class这个Fold一个名字 给这个Java Class一个名字 这个呢我就给它一个First Program 那么好了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 那当你看到这个一行的这个Java Code之后 就表示说创建这个Java Program的这个Fold 好 已经完蛋了 那么就可以开始写Java程序 好 现在呢第一堂课呢 就是先教你如何打印出一个一行的这个字 就是这个print out a message 就是打印出一个信息 因为在你写这个程序的时候 Java程序你非常需要 懂得如何打印这个信息 那么在打到这个信息之前呢 我先要先告诉你说 这个Java的这个整个构造是怎么样的 那么你从这个Public Class First Program 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Semicolon 那么你要确保每一次你在写Java Code的时候 你的这个Code 你的这个演算法所有的步骤 都必须写在这个Semicolon 这个Semicolon里面 如果你写在外面的话就不行 它就会有错误 所以你必须写在这个Semicolon里面 那么在你写这个Semicolon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Function 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Function是来跑 所有的这个演算法 就是你所有你Java所写的这些算法步骤 全部都不需要在这个Function里面跑 就是你每一次写Java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懂得 这一个一定要写这个Function 那么这个Function是这么写的 你要写的就是 Public Static Vort Man 括号 然后String 括号 Address 然后再来给它一个Semicolon OK 这个Function 非常重要 所有的演算法必须写在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Semicolon里面 这样子它才能够跑 同时你要确保说这个Function 必须写在这个First Program里面 对关于Function的讲解呢 会在过后的几分钟的视频里 我会已经解到 那么现在你就需要先知道 怎么样子打印出一个信息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要打印出的信息呢 就是将你代案子打印出Hello World OK 那么你要打印出Hello World呢 你必须要找到一行的Function line 就是 System.out.print OK 就是 System.out.print OK OK 这个Print Line 里面 OK 这一行的Function 就是给你打印出这个Hello World 那么在打印的时候呢 你要把你所有信息 要打印出来的信息 放在这个Bracket里面 然后你再要加上这个 Double Quote 就是这两个点了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打入任何你想要的信息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入Hello World OK 当你打入Hello World的时候呢 基本上已经就已经完成了 就是说 你现在告诉这个Java Program 你要打印出System.out.print 这一行的信息 那么你要注意就是先save起来 先储存它 然后呢 你再按这个Run 去跑 然后再按Enter 那就可以 Compile了 就会开始 去Compile你所有的这个Code 然后打印出这个 必要的信息 那么打印出来呢 你可以看到 哇这边底下 这边这一个output 就是它的这个output 它的这个结果 就会打印出这个 一个Hello World 这里一个Hello World 那么当你学会怎么样子打印出这个 Hello World之后呢 接下来要教你如何 设明这个变量值 也就是Declaration of Variables 那么这个变量值呢 它是用来储存数据的 那么数据有分很多种类 有整数 小数点 又或者是逻辑性的这种数据 也可以是一个字母 或者是一连串的句子 在讲法里面 你要如果要储存整数的话 你必须要先声明 它是什么种类的 这一个 这个变量值 这个变量值 是什么样的种类 那么储存整数的变量值呢 有三种 一种是short 一种是int 一种是 这一个long 那么这三个呢 种类都是用来储存整数的这个数据 给变量值来储存整数的数据 那么这三个唯一不同 就是它们的这个大小 就是变量值能储存的这个数值的大小是不同的 short呢能够储存16个 ok integer能处存到32 ok 16个bit 然后 能处存到32 32个bit 然后这个long呢 它能够储存到 64个bit ok 那么如果你是要储存于这个小数点的话呢 小数点的话呢 它就 不是在short integer跟long 它就是这个double 或者是flord ok 那么这一页也是一样的 比如是 它们的分别就是在于它的大小 这个变量值储存的这个数据的大小 double呢它能够有16个 而flord呢 16个bit 然后flord呢它有32个bit ok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逻辑型的这个数据 就是只可以 逻辑型呢它中央只有两个数字 两个value 就是对或者错 那么这个我们用bullient 来声明 这个bullient呢就是它只可以处分两种value 就是两个数 两个数 两个号码 就是true 或者是false false 可以true就是对的 false是错的 要么对 要么就错 两个逻辑 然后接下来就是储存这种字母型的这种数值 这种数位 这种的数据 那么这个字母的呢它只 它有两种 一种呢是x x呢只能储存一个字母 a到z的其中一个字母 那么如果你要储存两个字母 比如说a跟b 那么你就不能使用x 你要使用的 另一个这个 这个 种类的这个 尽量值 呃 尽量值的种类呢就是strim ok 这个变量值呢就要是strim ok 那么接下来你要如何声明 这个不同的变量值 在这个java code里面 你要做的其实就是 你先告诉这个java ok 你是要用什么样的变量值 ok 什么种类的变量值 然后你再给这个变量值取个名字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就给它取一个 叫integer1 ok 那么然后最后你一定要再加上这个semi column 好 这个integer 在这个int里面呢我也可以使用 另一个变量值的名字 就是integer2 那么你要注意的事情是 如果你在上面一开始 你已经这个变量值的名字 你是不能重复的 你可以随便给它去 但是你不能重复 假设现在这个short的这个 种类的变量值里面 我已经用了integer1 那么在这个字里 我就不能使用integer1 因为 我的这个integer1它已经用了 已经被用了 ok 那么我就不能够再去使用integer1 那么我要改掉它 我要改成 随便一个名字 一个符号 改成其中一个字母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lonely 是 ok 我可以按这个integer3 你们看到这里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 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重复的 不管是名字 还是 名字同样都没有重复 但是如果你要重复这个变量值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名字不能重复 比如说在这里我再多用一个int 然后我也integer5 这个情况下就不会有错误 但是如果我重复了 那它就会有错误 因为名字已经被用了 ok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double 这个 billion插string 其实它们的方式都是一样 你也只是要告诉系统 用的是什么样的变量值 什么种类的 再给它一个名字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给它一个 decimer1 这边也是decimer2 ok 那么billion呢 这边我就给它一个logic ok 所以要给它去个名 插这里我就给它一个corrector 然后这边string呢 我就使用一个sentons ok 那么在这里基本上已经完毕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你要initialize initialize就是说 你一开始就告诉这个系统 这个initial它先处存着 先声明它处存着什么样子的value 什么样的号码在里面 比如这个initial 我就给它一个e 然后这个initial 我给它储存是3 这个表示什么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变量值里面 它储存value1 ok 那么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打印出来 看看这个initial1 里面它储存的是什么value 这种时候我就用 刚刚打印hello我的方式 来打印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刚刚我是打hello我在这里 那么这时候 我要打印出这个 变量值里面的号码 那么就是e 那我要怎么打印出来 我就可以直接 把这个名字放进这边里面 ok 我把它的名字放进这里里面 然后我再储存起来 然后我再跑 这个 让这个整个code 你可以看到 这里它就跑出了e 它打印出了e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一开始就先声明 这个integer 这个变量值 这个名字 的变量值 储存的号码是e 所以 当我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 它就会实现 它就会打印出e 这个号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后面的号码 是可以重复性的 假如说我现在告诉 这个integer2的这个 变量值的号码 跟变量值e 这个integer e 是一样的话 那么其实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 是可以 这个后面的这个value 是可以重复 因为这个只是 告诉这个电脑说 这个变量值 它储存的 里面的号码是什么 OK 不过你要记住的事情是 这个shortinteger2的 它只能给予整数 它只能给予整数 它不能有 这个小数点 有小数点的话 就是错了 那么如果你要有 储存小数点的话 那你就必须使用double 或者free 那么这个double 里面 就可以储存任何 这个号码 有小数点的 可以 你就可以 可能是23次 你以为是 很小数点就是可以 那么在这个free 里面呢 这有点不一样 这个free 里面 你后面要注意的是 当你打出比如说 你随便打一个号码 小数点的 它会给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double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电脑它不能区分 究竟你的这个 里面所储存的这个号码 给double 是free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后面这里 如果你是使用free 的话你就一定要使用这个f 在后面 那么它就不会有问题出现 那么在这个bullient里面呢 你只可以给它两个号码 就是true或false 对或者错 如果是对话 你就放对 如果是错的话 你就直接放这个false ok true或者false 因为它只可以是一个两项的逻辑 只可以是对或者是错 那么这里呢 这个chart collector呢 它只能够 储存一个字母 那么当你要储存一个字母的时候 你只可以用single code 就是single code 你要给它A 或者A到Z的其中一个字母 或者这次我给它一个A ok 给它一个A的字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要 组成多一个字母 比如说我要打一个apple 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够储存多一个字母 呃 多过一个字母 因为太多的字母了 因为forchar 它只能储存一个字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给它一个字母 那么如果你想要储存多一个字母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single 你只能够储存一个字母 然后你要给它single code 那么这个double code呢 只限于储存多一个字母 我们才能够储存一个字母 如果你是要储存一个字母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个single code 那么在这个double code里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比较高 我们刚才选择的是App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会有问题 那么你能不能多打 多过一个这个号码 多过这个一个字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Apple is a fruit 苹果是一个种水果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打印出这些所有 这个变量子里面所有的号码 那么我就不一一的这个打印出来 我就每一个种类的变量子 然后我拿出一个例子出来 OK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打出system.autoprint OK在这里呢 我就直接输入这个变量子 dj1 OK那么这一个接下来呢 我就输出这个 OK 复制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就有 这次我就print out decimal OK 好了之后呢 我就再来一次 OK 我再储存这个system 不是 复制它 但是我这边就改了 然后我改了一个叫logic -lnctr character 还有这个是centers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确保说 你所给予的这一个 变量子的名字 必须跟一开始 你升名的时候是相似的 如果有一点不对的话 那么它就不能跑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给它储存起来 然后我们再跑它 看看系统会打印出什么 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哎 系统已经打印出了这个e ok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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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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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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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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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2 2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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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处存起来 我再给它处存起来 然后再给它跑过 你看到这里 这边刚刚最后一次 打印出来的是Apple is the fruit 是这个 Senters 那么现在我已经将它创改了 将这个变量值Integer E的 这个号码创改成67 那么现在这里我再打印出一次 它就会变成67 这就是这个 如何创改里面的号码 那么其他的呢 我也可以给你们示范一下 比如说这个string sentence 我把这个sentence 把它创改成 另一个value 就是另一个句子 比如说 猫是一种动物 我跟大家说 告诉我把这个变量值 这个句子我来创改 我来创改 那么创改了之后呢 我再打印出一次 我再打印出它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可以再处存 然后再 给它跑过一次 看看它打印出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会将这个 Apple is fruit 创改为 Cat as an N 因为我在这里 因为我在这里已经生命了 我要创改了 那么有朋友就问我说 能不能直接打印出不同的值 不同的变量值 在一个里面 其实是可以的 你只需要用一个加的符号 就可以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 这么做 你可以用这个System 的AutoPrint 在这个System 里面呢 假设你要 将这两个Centers 合在一起 你要怎么合 你只需要用一个加的 这个加的符号 就可以了 这个加的符号 那么你要怎么加起来呢 就是这键 这个Integer 这个Integer OK 这个Integer 加去 这个Senters 这个变量值 这个名字 Integer 加去这个Senters 那么等下 等会它打印出呢 注意的是 67 然后Cat is an N OK 那么我们就就存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跑过一次 你看到这里啊 67 Cat is an animal 好了 接下来要告诉你 就是这个算术运算符 这个算术运算符呢 这里就是我们 平时呢 日常生活中所用的 加减乘处的这个符号 那么我们平时 人都会算的处 怎么样子算加减乘处 那么在电脑里面呢 我们也要让这个Java知道 因为这个通过这个Java的语言 来让这个电脑知道 怎么样子去运算这个加减乘处 那么加减乘处的符号呢 其实在这个电脑里面 其实是也是差不多的 加跟减习都是一样 加是用这个加的符号 减呢也是用这个减的符号 那么成的符号呢 我们是用Esterix 那么True的符号 我们是用这个backslash OK 那么现在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算法给你们 那么假设现在我有Integer 然后我有一个Number 然后我有一个Number Number1 OK 我给它一个30 OK 给Number1等于30 那么我再给它一个整数 OK 我再给它取另一个Variable OK 它是60 它是60 OK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Create一个Value 就是 叫做Answer 就是Addition OK Addition呢 就是加法 那么我要做就是 把Number1跟Number2的Variable加起来 OK Number1 加去Number2 OK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要用Substraction Substraction是减法 OK 我们就把Number2 OK 大的减小的 那么就Number2 减去 OK Number1 OK 那么再来就是乘法 Multiplication OK Multiplication呢 那么我就是一样的 那么乘法不需要 这个 顺序排列 那么就是 Asterix 乘 Number1乘以Number2 OK 那么这个 第三个呢就是 Division OK Division 这个是除 大佬在类的6 除与 worth 分子 Fum Fum 对就是相时 就是Number1 OK 而且Fum 相时动幅就是Number1 ix 那我们现在要做这个 我们要去 çocuk solve similar 那样的打印出这些 演算好的这些 答案 那么要做的就是先把它打出来 在这里打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一个addition 就是直接把这个 A variable的名字给它打进去 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给它copy出来 就是给它复制它 复制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直接创改里面的 这些A variable的名字 创改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储存起来然后再给它跑 保护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是93 80 跟2 那么这里看你觉得是绝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我现在要强调的事情 如果现在我们将 这个除法 将这个除法呢把这个2 这个分子 换成是30 然后下面呢就是2 就是 分母比分子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基本上它的答案就不会是个整数 也不会是2这么漂亮的 是会有一个小数点的符号 可是你在这里看到 它打印出来的却是个0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整数 所以 电脑里面只会使用整数 也就是小数点之前的号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换去Double 然后再把这边楼上的 一开始的话换成Double 换好了Double之后呢 其他呢也会越来越影响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一开始说它Datatype是INT 那么INT的Datatype不能够 把它 不能够将Double的这个 Variable assign去Integer的这个 就是整数的Variable 所以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把它换了 OK 直接把它换 换去Double 那么还就可以看到 问题就已经不在了 可以换成Double OK 把它换成Double 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个0.5 OK 那么现在又 多教你一个新的符号 这个符号呢 它用了 这个在Gava里面这个符号是用来拿取 渔数 也就是除法的渔数 就是说 任何一个号码在除法不被除断的话 那么它要拿的就是那个渔数 那么这个渔数呢 它的符号是用这个percentage的这个符号 就是这个percentage的这个符号 然后它除以2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能够拿到的就是这个 整数的渔数 就是除不断 这种只能用于在除不断的 除法上 那么如果除了的话它就会return 就是会打印出一个0 如果除不断的话它就会 打印出的那个号码 那么我把这个Division改去Reminder OK 我们可以再储存起来 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 OK 那你在这里看到它是30 OK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No.1里面 No.1是30 所以 60除以30 所以它减了之后它还是会拿到30 因为0 30减去0还会拿到30 所以说这个30就是它的reminder 就是它除不断的这个号码 所以它就不会继续除外去 它就会拿出这个reminder出来 打印出来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30.0 之所以后面会有一个点灵呢 是因为 你加它的data type assign to double 最后才会有一个小数点在后面 那么接下来这里会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OK 这里有一个题目 它是讲述到这个 一个关系到一个物理的题目 那么它加上这就是说这个data 它用这个上述 N的这个力量一个 10KG的这个 反向推到 制作的表面 它观察到它只是用 2mps2的这个加速度 那么它就问 摩擦力的值 距离是多少 那么这里呢就是它的 整个 这个算法 一开始呢 它们就用FWMA 再用找这个resultant force 来找出这个摩擦力 那么在这一个 例子里面呢 我不是要教你怎么去 我也不是要教你去这个 物理的知识 那么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教你怎么样子 把这一连串的这个算法 这是我们人手写算出来的 那么要怎么样把这一连串的算法 把它 模拟进去这个 Java的这个算数里面 OK 那么要 模拟进去这个 那么我再就会给你这个 一个 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告诉你 怎么模拟出来 OK 如果你要模拟出来的话呢 首先你必须要先知道的事情就是 和刚刚的算法是一样的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要知道 它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样子的 这一个信息 一开始它给了我们 FWMA OK 我们有这个Mass 是10kg OK 但Mass 10kg 是它的Force 35A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 就 declare一个variable OK DK个variable它是 它是 储存的这个 10kg跟35N的这个号码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OK 给它讲 我们是给它一个double OK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Force OK 给它一个 这个Force of Derek OK Force OK DK EK Force Derek 然后它是有 35牛顿 OK 我们就给它一个35 OK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Mass 刚刚那个Mass 它是10kg OK 我给它一个10kg OK 给它一个10kg 10kg好的时候 OK 我们知道这里就是F等于MA F等于MA的话 那么它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F等于MA 那么它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 呃 就是将这个 35除以10公斤 对不对 35除以10公斤 那么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算出这个Acceleration 就是它的加速时 那么我们就给它来一个Double 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 等于这个 OK F Force OK 等于什么 OK Force 除以重量 OK Force除以重量 F Derek OK 我给它除去 的MAX OK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了 OK 打印出来 OK 把正常打印出来 OK Acceleration 打印出来 OK 那么现在要做这些呢 我们要为了打印得更好一点 我们就说这个Acceleration OK OK 我们给它一个中文的称号 就是 加速时 这个加速时呢 是多少呢 我们还要给它一个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呢 就可以在这个后面 给它一个加 给它一个加法 就是 就是 M除以S to the power of 2 OK OK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 我们加上这个答案给它打印出来 诶 你可以看到这边 Acceleration 加速时 是3.5 OK M per second square OK 35M per second square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第一个就是找的 Force of friction 那么这个怎么打呢 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有Force of Resultant的 Acceleration呢 是 2m per second OK 就是2m per second 那么我们下注的是找这个 Force of friction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再decreate一个variable OK 再decreate一个variable呢 给它储存这个2m per second OK 那么要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边楼上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除非一个double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一个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 然后它是等于这一个 OK 那么这个Acceleration你看它已经重复使用过的这个符号 重复使用过它就不能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它是Resultant 所以我们给它加一个Resultant在后面 给它加一个Resultant在后面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再继续做这个演算法 那么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Force of friction OK Force of friction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十乘以2 再来减去35N OK 十乘以2乘以3 对 OK OK 十五我们在这里有了 我们要用这个MAS乘以这个 再来减去这个Force of friction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些都只能简单 可以直接打一个double OK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给它一个Force of friction Force of friction就等于 OK 我们给它一个括号 10乘以為一定要10先乘以為寫 那麼10就是 mass 乘以 aceration result 然後再簡語 f 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就已經算好了 OK Force of friction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跟我們要一樣 把它打一出來 Force of friction 我們要直接打 Force of friction Force of friction Force of friction 摩擦力 我們給它打一個摩擦力 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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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aceration result 然後 Force of friction 給了一個N的感動 然後我們儲存起來再打一出來 來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摩擦力是2N 答案是錯的 答案是錯的 10乘以2再減去35 10乘以2減去35 抱歉 我不應該用Force of friction Force of friction 應該是用Force of friction 這裡 我們要打印出這個東西 應該是打印出這個 然後 我們要儲存起來 就給它跑步 這裡就對了 Force of friction 摩擦力是-45.5 這就是基本的 簡單的 演算法 那麼現在要教你的另一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 用戶輸入 我這用戶說 就是要這個用戶 就是user 我們的user 去輸入一個號碼 那麼在進行這個用戶輸入呢 首先你要先 import 就是拿進來一個 class 叫做 在這個上面 打住這個 import java.utl.scan 只要你有了這個scanner 你就能夠進行用戶輸入 那麼要怎麼用呢 那麼在這裡一開始呢 你就要先 聲明這個scannerclass 在這個scannerclass裡面呢 你要記得就是說 它的這個 聲明方式其實是差不多一樣的 但是唯一一點不要就是 你要等於一個 一個new scanner 然後這邊後面有一個system.it 在這個括號裡面 就是你告訴這個 系統 要是input 就是這個用戶輸入的方式 OK 那麼這個scanner呢 它的名字呢 它的名字呢 就是在這個後面 這時候我是有 我是有reader reader做為它的名字 它這個名字 你也可以是隨便創改 它有點像那個變量值的這個名字一樣 你是隨便可以用 那麼在這個 這種情況下呢 在之前的這個教學裡面 我們是直接 告訴這個系統 我們直接給它什麼號碼 那麼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不要直接告訴系統 是什麼號碼 我要用戶自己輸入 輸入這個號碼 然後我要怎麼做呢 那麼一開始呢 我就要先打印出一個 一個 一個行的信息 告訴用戶 他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 OK 我要告訴他 OK 比如說 我告訴他 the force of derer OK 就是說 我要用戶輸入 derer的 force 是多少 那麼 當他要讀取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 一百二件事情 讀取的時候 你要告訴這個系統 你讀取的是什麼data type 就是什麼種類的這個數據 那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是使用double 那麼你就要告訴系統 我是在使用的是double 那我要怎麼樣子呢 也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是用 fderer這個變量值 我們直接給它 35 那麼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要改的就是 我們直接寫fderer OK 然後我們等於 OK 等於這個scanner的名字 Reader 點 OK 你看到這邊點這邊 還有很多種種類 那麼我們要選的就是 這個種類呢 是一種的方法 一種function 它要選的就是說 關於什麼的data type 什麼種類的 這時候我們用double 那麼我們就選擇 Nest Double OK 因為它是double 所以我們要選擇 Nest Double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不需要 告訴這個 電腦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號碼 你要也可以 也是不要也是可以 反正到最後它都會再創改 OK 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就告訴系統 OK 你要用戶 你要那個用戶 輸入fderer這個fderer 這個fderer是多少 那麼這個fderer它就會 讀取 OK 在這個user input 進去的這個 這個double的這個號碼 OK 那麼樓下的其實也是一樣的話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直接打入這個 直接可以打入 OK 我們可以打入一個CNC 告訴它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Force OK Mass Mass 重量是多少 這個情況下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讓Mass OK 讓這個Mass OK 讓它等於這個reader OK 就是 double 一按 為什麼我們用double 因為它也是一按 那麼這樓下的其實也是一樣 OK 我們可以拿來這樣稱 OK System.autoplane OK 我們可以寫 從這裡我們可以改成是 acceleration resulted OK 我們剛剛知道 resulted是什麼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是這個 acceleration resulted OK 我們把它改成這一個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就可以直接給 user 輸入了 OK OK 你要就是說 你的這個fderet 你的force of deret Mass 還有你的acceleration resulted acceleration 是從用戶那裡讀取 那麼最多的就是讀取用戶所輸入的號碼 然後 再拿來進行演算 那麼我們就來儲存它 然後再來給它跑一次看看它答應出來是什麼 OK OK 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output這裡看 它給你一個地方 的force of deret 還有你輸入 那我們就輸入35 可以看 它這邊就有一個35 看到沒有 35 然後你直接按Enter 然後就跑去下一個 哦 max是多少 max是10 acceleration result 我們放2 我們再按Enter 你看 它就會加所有的東西演算出來 OK 那麼有 就會有了 我只能讀double的嗎 那其他的怎麼樣 OK 那其他的話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讀integer的話 OK 如果你要讀int的話 那麼你就要用reader 你要用reader.net nextint 你就是 如果你是datatype 你的總類是int的話 你是要整數嗎 那麼你就 輸入reader.netint OK 那麼如果你要這一個 呃 string的話 就是你要讓 比如說輸入一個句子 比如說他平時會輸入 它的名字這些 那麼你就用reader 那種 就是這樣 OK 那麼我可以做一個示範給你們看 比如講現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先 證明一個 这个Integer 一个整数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Number 它的名字是叫Number 那么现在我就一样了 我打入 打入这个What is your name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名字是什么 在这不是你的名字是什么 是What is your number 对不起 我还说Number 你的号码是什么 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Number就等于 Reader.nextint 好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打印出来 System.print print呢 这边就给一个Number 我要打印出这个Number OK 这边就可以写 Your number is Your number is 你的号码是多少 这样子 OK 那么可以再从另一个情况下来看 我们就输入 我给你一个例子 一个Stream的例子 这是句子 Stream OK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Name 比如说我要让用户输入这个名字 他们的名字 OK 我就问了 我给他们一个问题了 我问他们 诶 你叫什么名字 What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OK 然后这边呢就可以Name 就等于 Reader.next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出一个信息 打出一个信息 然后告诉他 OK 你的名字是什么 OK Your name 我就可以给他一个叫做你的Name OK 这里给个Name 然后可以是做什么的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名字就是 OK 刚刚你输入这个Name OK 那么我们在 开始 跑啊 看看他会出现什么事情 OK 一开始他就会告诉你的什么号码 比如说我就输入一个号码叫做12 我输入12 他就说你的名 你的这一个 呃 Number12 哦 然后这里还会出现 你看他会直接跳过这个 What is your name 呃 name 这样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这边也要有一个东西 就是Reader.next line 这里要多加一个Reader.next line 可以多加一个Reader.next line 因为next line他会读取一行的字 当你按Enter的时候他读了这行 他就会认为你是已经读了这行 他要你跳去下一个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 直接给他 就是Reader.next line 就是让他跑去下一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给他12 OK OK 他就会开始了 Why is your name OK 他就会 说我现在要读下一行 而不是直接跳过谁 OK 我就有情况下我就打 比如说我的名字叫 然后这个Steven 他就你的名字叫Steven OK FORCE 刚刚的我们就输入315 然后MAX是10 你的验算也开始好了 OK 这边就开始 听出你的名字 根据你的输入的 听出你的名字 根据你的输入的号码 答应出 你的号码是多少 OK 那么接下来这堂课呢 就是教你如何写这个条件语句 这个条件语句呢 它其实就包好了 如果 那么 这样英文就是if and else OK 如果怎么样 你就做什么事情 那么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你就做什么 这样子 OK 那么要怎么做呢 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OK 我们可以把这里 什么都洗掉 可以这里把它删除了 OK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假设现在我叫 用者 问他的年龄 可以说我可以给他一个 Integer 年龄通常是整数嘛 我们不会有整数点 所以说Integer 我们就写说 birth 他的年龄是多少 所以说 不是birth 我们可以给他h h比较合适点 OK 那么 用h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问 打印出一个信息 你就问 user 你的名字 你的年龄是多少 OK 就打出 what is your age what is your age OK 那这种情况下呢 user就会key in 就会 输入他的这个 名字 他的这个年龄 OK 那么现在呢 这个 如果那么的这个条件 句子就开始来了 OK 现在假设user已经输入了这个h 那么就假设说 如果 一方 如果 OK 如果这个边里面 这边是condition 然后再来一个 bracket OK 你要有这个bracket OK这边讲什么 如果这个h OK 如果 user的这个年龄 这个叫nh 如果user的年龄 小过50的话 可以假设它小过50 OK 在这里哈 这个符号是指小过其实 它的意思是指小过 如果是大过的话 就是有这个符号 OK 如果是等于的话 如果说某个年龄等于多少东西的话 那就是等于这个 还有两个等于 你给它两个等于 这是指两个等于是指一样的意思 OK 那么如果是小过等于 就是小过等于 就是说任何年龄 小过50 但是它同时也是50 OK那么大过等于呢就是 所有年龄 它大过50 那么同时它也是50的话 你就应该做些什么 OK 那么不等于是怎么样 不等于的话想说是因为这个 不等于是 就是这个 一个感叹康 然后一个等于 对 如果我的年龄不等于50 那么我应该做些什么 OK 那么假设现在呢我们就不要用到这么多复杂的 我们就用一个 假设 这个年龄小过50的话 那么这个 就打印出什么 就打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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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ng man Young man 就说你还年轻啊 就打Young man 他在小过50都是Young man 是不是 OK Young man OK那么如果呢 Else 这就是Else 是那么的意思 那么在Else这里呢 通常你就不需要 再打什么 Condition 你就直接给他 如果不是小过50的话 那么只要是50或者是50以上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他打出 给他打出这一个 打出这个 Young man 老人啊 OK 因为年龄大了 OK 我们再来储存他 再来跑一下 OK 这里有H 假设现在我 输入40 他就会打印出Young man 因为我说 40 小于50 那么他就会 打印出这 那么现在我再跑一次 让他大过50的话 他就会 跑这一个 Old man OK 假设现在我输入60 60是大过50的 那么我 输入 他就会打印出Old man OK那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 除了Else 那么这个if他还可以多加一个Condition 就是说 Else if OK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Else if Else是另一个Condition OK OK 假设说这里是什么 假设说这个H OK 等于 50 这个Else if 这一个用法呢 其实他就是要有多一个Condition 多一个形式 多一个条件 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约if跟else的话 他顶多只有两个条件 要么你小过50 要么你大过50 如果我们用这个Else if的话 他给 多给系统有多一点的选择 就是多一点的条件 OK 我们再次讲说如果这个H 小过50的话 我们打印出什么 如果是刚刚好50的话呢 我们可以多给他一个条件 H等于50的话 OK 我们就可以给他多一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打印出 其他的信息 OK 打印出其他的信息 OK 我们打印出 OK Your age is 50 假设说如果他的年龄是在50的话 那么你就打印出你的年龄是50 Your age is 50 那么我们再给他跑一次看看 在这种情况下呢 OK 我们就给他输入50 输入50 你就发现到 他就打印出 Your age is 50 那么我们还可以加入更多的这个condition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可以再多加一点 他可以 你可以无数量的增加 可以无数量的给他这个 条件 OK 那么现在你要怎么样呢 比如说你的这个H 如果你是这个 小过 小过 12岁的话 不小过18岁 18岁是未成年 所以我们就打印出 You are under age OK 我们就system.out of brain 跟You are under age You are under age You are under age 就这里啊 OK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c短他会先读 如果是小过50的话 那么他就先打印出这一个 那么他就不会打印出这一行 因为他先读说OK 我先小过50 那么我就先 打这行 而这一个他就不会跑 OK OK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 OK 假设现在我再跑一次 OK 我打入 比小 比18还要就是10 假设我打10 他就会打入Yaman OK 因为他先读取50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怎么先读这个呢 很简单 把这个输入在前面 先把这个 东西输入在前面 可是如果你输入在前面的话 那么 这边底下的 就放50 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任何一个号码 他是小过18的 他会先打印出这个 而他不一定不会打印出这个 除非你的号码是大于18 那他才会跑去下一个 就是 到这里 小过50的 他才打印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 只能跑这里 却不能够跑这里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条件 把它合起来 我们可以用一个符号 用N或ALL OK N的话就是这样子 OK ALL的话就是或者 这样子 OK 那是怎么用呢 是我先解释给你听 假设现在有两个condition 18 和 H OK 假设现在是这样子 这是两个condition 就是说 当你的年龄小过18 并且 你的年龄也要小过15的时候 那么你才打印出这个 OK 小过18 也小 同时间他也小过15 你才能打印出这个 OK 我们来做一次使用 小过18也小过15的号码就是10 OK 他才能够打印出这个YAM 那么如果现在我再跑一次 我打印出一个号码 他是大过于18 但是他小过50的话 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拿上市 在这种情况下 会准备出 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小过18 是错的 那么大 小过50是对的 一个错一个对 在N operator 这里就是错的 那么他就不会打印出这个 这个信息 而他会来到这里 那么 30 也不等于50 那么也是错的 他也不会打印出这个 那么他就会跑来 最后这个L这里 打印出这个 Oman 那么你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呢 你输入30 他也可以 打印出这一行 这一行字 这一行信息呢 那么你就把这个N 变成 O OK我们来跑跑一次看 假如现在你看我输入30 他就会输入 他就会打印出Yamman 看到没有 他打印出Yamman 这是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就是说 当你这个 因为这个operator 这个符号还是只是 或者 要么这个 年龄小过18 或者这个年龄 小过50 或者 你就打印 或者其中一个对你就打印出这个 就是说 当你你小于18 是错的 或者 年龄小过50 是对的 一个对一个错 在或者这个All这里 那么他 就是对的 所以他就会打印出这一行字 那么当你学好这个条件 复句的时候呢 那么现在要教你的就是 另一种的条件复句就是 Switch case 那么Switch case 其实他的逻辑 跟这个 if else 英国那么 其实差不多是一样的 那么只是他们的这个 输入的方式不同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if else if跟else 这一个 我把它换去 Swift case 那么Swift case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一样的 你问人什么年龄 什么年龄 输入什么号码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拿一个Switch 这个Switch 来个Switch Switch这里呢 OK 我们在这个Switch这里 它就有一个矿 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把h输入在这里 输入在这里过后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 啊 给它一个Summit bracket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switch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拿一个case 这个case呢 假设case 是 OK 在这个case里面呢 它通常都是直接输入一个号码 假设case是 这个30的话 OK 那么你就打印出什么号码 OK 假设case30的话 我就打印出 OK 你的名 你的年龄是 Your age is OK 加这个age 你的年龄 是多少 这样子 那么再来个 来个case OK 打好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记得后面要加一个break 这个break呢 就是让它停止 直接跳出来 那么case 比如说打印50的话 50 那么的话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打印出这个东西 OK 你将这个东西打印出出来 OK 如果是50的话 那么我就打印出什么 OK 你打印出你的名字 OK Your age is 50 这样子 OK 或者是说你可以再多加一个条件 OK 可以一样 多一样的号码的话 其实我不需要这样放 OK 就直接打出OK 如果是50号码 而且我们还可以多加一和句子 就是说URO 你已经老了 OK 那么 除了case 30跟50呢 还有剩下其他的任何号码 我们可以用default default就是说 任何其他的号码 只要不是30不是50 剩下的都会直接跑去default的这个 地方 OK default 也是一样 你也是要加一个break OK 然后剩下的我们就打 就打 not qualified not qualified 就是说 只要你的这个age 输入的不是30 也不是50的话 那么他就会直接跑来这里 OK 直接告诉你 not qualified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试着跑 我把这个if else的洗掉 如果那么的句子洗掉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switch case OK 我们再来跑 跑他 OK 我们来输入画一个age 现在假设我输入这个30 因为age 30 看到没 他打印出来了 那么现在假设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OK 以后age 比如说我再输入50 以后age is 50 以后 这正是我们所写的 OK 剩下的呢 那么我们就输入其他的号码 比如说我们输入这个3 OK 我随便打一个字3 OK no qualified 直接给你no qualified 再跑一次 OK 我们再跑一次 往往跑一次 比如说89 89不是50也不是30 那么我们enter 还是遇到no qualified 每次说任何号码 只要不是35 他就跑来这里 OK 当你学会了这个switch case 还有这个ifl 就是条件的这些 句子的之后呢 那么你现在可以正式进入这一个 循环的这个句子 那么这个循环呢 就是他要让你的 这个program 就是让你的扣一直跑 跑到 直到他 达到 一定的这个条件之后 他才不会跑 OK 那么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做呢 OK 假设我们现在把这个都洗了 OK 那么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循环的这个句子 他总共分为三种 一种是 well look 一种是 do well look 还有一种是 follow OK well look 是怎么写的 OK well look的结构呢 其实就是一个well字 OK 然后他在也是一个semi bracket 在这里 OK 他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well 这个年龄 是多少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做这个东西 一直到 这个年龄 不是这一个 一直到这个年龄 已经没有 符合到这个条件 假设说现在 有着输入这个年龄 OK 我就有一个h OK 小过 40 OK 假设现在 小过40 那么现在我就做 一个 打印出一个号码 OK 打印出号码 你的年龄是 你的年龄是 你的年龄是多少 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单单 写这一行扣 只要他写这个句子 让他跑的话 他就一直跑 只要我舒适呢 他就一直跑 一直不停的 跑 那么我要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让他停止呢 就是我要一直用这个加加 OK 来让他 加加的意思就是这个h 加加加 这个是一个increment的意思 什么意思是increment 这个h加加的意思就是 你每一次 跑每跑一次这个well loop的时候 每跑一次一个循环的时候 他就会增加你的年龄 用e 增加去e 也就是说这个h的意思其实 它就是等于 h 加于e 的意思 他每一次会增加一次 每当他跑一次他就会增加你的年龄 增加一次 OK 也就是说40 当他跑好 他就会说当是40的时候他就会先打印出这个 然后再 access你的这个 读取你的这个40 再给他加一次也就是他会 增加为41 那么41的时候 他就会停了 为什么 因为41大过 40 所以他就会停 OK 如果呢这个h 并不是大过于40的话 那么他就不会跑这个路 OK 我们可以来解 给你释放一下 假设现在呢 我就 跑他 OK 我h和h OK 现在我比如说我打40 40是等于是什么 他不是小过4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并不会跑 OK 没有任何东西 那么我再跑一次 当我在跑一次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输入30 我输入30 30是小于40 那么他就会一直跑 一直把跑到你的这个h的这个 数字 他增加到 大过40 他就不会跑 增加到40或者大过10 那么这个 我要录他就不会再跑 OK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我再跑一次 OK 我打个30 OK 我就按Enter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 他就一直跑 你的年龄是30 他会先打印出30 然后他会再查 当不是30 那就再加他 那么你看到这里 下一次打印的 就是31 然后32 33 34 一直慢慢慢慢的加加加加到39 当他在跑的时候是40 他就看25 当h是40的时候 40 并不是小过40 他是等于40 所以说他就不会再跑这里 他就会直接停了 他就会直接停了 OK 有时候我们我们再也可以做一个实验 他怎么停了 OK System.A.Prain OK STOP 我们打一个STOP这里 OK 就为了来证明说 这个WR路他已经跑好了之后 他就会跑来这里 OK 我们再来跑一次 假设现在我们再用一个更小的号码 我们有20 刚刚我们也上车 我们现在有20 你就会看到 诶 他跑了 跑到这边STOP OK 他就是已经跑完了 他跑来这个STOP 这里 他当于这个STOP 这边楼上呢 你看就是从20开始 20 只要他就一直增加 增加一次 增加一次 2122345 2627 一直到 他增加成40 就是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他就不易继续的跑 OK 这是一种的路 那么还有一种路呢 就是 Do Well 路 那么Do Well 路呢 跟Well 路 其实他的这个 差别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把这个Well 这个Condition 是放在 你的神移人格的后面 这边前面 再加一个Do OK 再加一个Do 你要先做这个 增加 然后再查 当你不是这样 当你的年龄 并不是40 也就是当你不符合Condition 时候我就再做一次 他会先做 刚刚那个Well 路是你先查了 你才做 这一个Do Well 路是说 你先做了 你才查 OK 我们再跑一次 OK 哦 这边有一个 系统 OK 就是说 你带你这个Well 路这里的时候 你后面这里 你要多放一个 Semi Color 这才是会对的 再给他跑一次 YSH OK 小过40吧 我们就用30 同样的道理 他也是会写 打印出30 312313131541313 它就40 到了40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打印了 OK 他先做了 还在查 那么这个H++呢 它还可以有另一种的 这个 写法 就是用Fall 那么Fall 路怎么写 Fall 路呢 跟Do Well 路 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Do Well 路跟Well 路 都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Fall 路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Fall 一个Blackened 然后你要Initialize 这个I OK I I呢是等于0 通常一开始我们就会写上 一开始是等于什么号 然后就I++ 然后这边就写一个Condition 我们在Do Well 路这里 Do Well 条件这里 那么在Fall 路里面 它的条件是在这里 第三个 当I 小过于H的时候 OK OK 那么I ++ 这个其实跟楼上是一样的 这个H++跟这个I++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每一次 每哈跑一次它就增加一次 那么这个I等于就是说 我现在在 设明一个 Variable 一个变量值 它一开始它就是0的号码 那么 假设我输入这个H 是30的话 那么它就会写说 当这个I它小过30的话 我就一直跑 每一次 每跑一次就增加一次 OK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在假设我们打印出这个 号码 OK 我们平常头边有H is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用H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H并不会改变 而它改变呢 是I 因为 我们这时候这边是I++ 所以我们再把这里H呢 改成E 改成这个I 这个I呢 就是一开始你 这个I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H了 因为不是年龄 我们就说 Your number OK 你的号码是多少 Your number is I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毒药都去除掉 拒责要说 OK 我们可以再储存起来 然后我们再跑 当你的年龄是多少 假设我现在是 输入20 那么20呢 它就会说 你的I 小于20的时候 我就一直跑 每跑一次增加一次 OK 那么我在这里 我就输入Enter 那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 它会从0开始 为什么它会从0开始呢 因为你一开始就给它写0 所以它会先打印出0 为什么 因为你是I++ I++的意思是说 你先读取I 再增加它 OK 那么 ++I的话呢 就是说 你先增加它 再读取它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 你一开始之前0 意思是慢慢增加 增加 增加增加到19 为什么到19之后就停了呢 因为 在这个时候 你的号码已经到了20 一开始我就收了20 所以它就会停在19 现在这一个课程呢 我要教你的就是 method和function OK method和function呢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 将你的整个java code OK 整个java程序所写的东西 把它分离 分散开来 然后 再叫那个method 去跑 而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之前呢 我们都把所有的演算法 都写在这个 public state of white machine 的这个function里面 那么我们有没有 我们现在是要做的就是 在学写怎么样 学写这个method 将这个method所有东西 写在这个外面 然后跑在里面 假设现在我要 赚一样东西 我们有这个double 我们有一个double 然后一个number1 给它是20 OK 现在呢 我们再给它多一个double 一个number2 它是 30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OK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 我要算 算 这一个 两个的 惩罚是多少 给一个答案 然后我给一个惩罚 OK number1 乘以number2 给惩罚了之后呢 我要答应出来 我要答应出来 答应出来呢 就是answer 要把它答应出来 就是说现在我们通常都把所有的步骤都写在这个方式 在这个方式里面 OK 我们 declare了 算了它 把它答应出来 OK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步骤 把它用method的方式 写在外面 就是不是写在这个里面 就写在外面 然后再叫那个 方式的名字 在这个 方式里面 去跑它 那么你如果要 declare 这一个 你如果要用这个method 的话呢 这个方法 你就 一定要 先声明它 那么声明 跟你声明那个 variable的方式是 非常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声明method的话 你就必须要先写 public 然后再stated OK 那么你要注意你的这个method声明呢 必须是在外面 必须是在这个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eam的这个外面 它的外面 OK 但是必须是在这个public class的里面 OK 它在它的里面 OK那么public static void 然后呢 vide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给method 你的方法一个名字 就好像你怎么给你variable 你的那个变量值一个名字 同样的道理 那么我这边就写说一个 这个 multiplication 这是它的名字 然后我就去括号 再一个bracket OK 那这个multiplication呢 这个就是method的名字 OK 那么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把 这个算法 放在这里 OK 我要把它放在这里 我不要放在这个地方 我不要把它放在这个method里面 我要放在 后面这个地方 那我要怎么放在后面这个地方呢 那么 要有这个方式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给它一个parameter 这里就是一个parameter parameter就是这个variable 我们要将这个variable 放来这边里面 我们怎么放 OK 我们这边再加int 所以 是double number1 然后double number2 你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 你要先告诉这个function 你会 传递什么样的数据给它 什么样的种类 就好 那么这边有double 这也是double 那么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当你传递数据的时候 你必须要确保 你的这个种类 是一样的 名字不一样 没有关系 但是种类必须一样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个 OK CLV去 这个打进来 这个我给它去掉 给它去掉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边就打印出来 System.autoprint 那这边就没问题了 那么你现在要怎么样子 把这两个东西 也就是这两个号码 把它 传送给这个multiplication这个function 很简单 你就是把这个multiplication function 你把它 写进来这里 它的名字必须要对 然后呢你再brick 然后你打入这个number1 这个variable的名字给它 OK 把这个number2 OK 打印给它 OK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你就把这个number1 20 把它放在这个第1个 那么在这个method里面 它的第1个parameter 它的第1个这个variable呢 parameter 它就会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OK 这边里面的variable是什么 它里面属存的是什么号码 它会根据你怎么传送给它 OK 如果你把number2的 放在前面先 那么它一开始 这边的 当它读取这个number1 第1个parameter的这个号码的时候 它就会是 根据这个number2的 它是根据你的顺序怎么排 OK 那么现在假设我们要来跑一次 我跑一次 20x3600 OK 它这边需要 打印出600 那么这个method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method就是说如果 我需要用那我才用 我不需要那我就不用 那么这个情况下 假设我现在不把这个method 写进来这里 当你在跑的时候 它呢 系统就不会打印出任何的号码 因为 算法并没有 纳入进来 你只有在纳入进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 进行这个算法 OK 那么这个method呢 还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我们所谓的 OK 这个vide是直接打印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Return Time 就是它还回给一种的数据 OK 那么在这里呢 反而你不是写数据 你反而是写说 你把这个vide 写成你要 还回去的数据 假设现在 我要还回这个 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是double 所以我在这一个 我叫vide就写成double 我叫vide写成double 然后呢 我就写说是 我就给它取一个名字 这个method 然后我可以什么都不给 OK 给它一个 叫做double unce 这样子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算好了之后 OK 当你的这个放回来这边 我把这个储存过来 把它放在这里 当你如果是将这个 把它变成是data type 就是什么种类的数据的话 那么你过后 一定要记住一个东西 你要写return r e e t u r n return什么 return answer OK 你要 你就是说 这个时候你告诉c头 我算我将这两个号码 盛起来之后 给它 给予这个answer这个variable 然后我要 把这个answer给还回去 OK 那么我要怎么用呢 一样的在那里 我们直接把它改成answer 这边改成answer 好那我们就将answer print在这里 我们要做的就是 给它一个double answer OK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你的double的这个answer 里面所储存的这个号码 是根据 你还回什么 OK 你还回什么 假设这一乘以二 是600的话 那么 这个他就会 return这个answer 这个answer 它储存的是600的这个号码 那么 这个600的号码就会 回来这里 OK 它会 传递给这个answer 那么这个answer 就可以打印 这个号码 我们来跑一次 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600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假设我现在 现在要用这个method 来打印出这个信息 我们就直接一样的 给它一个double 然后我们将这里 我们将这个 把它 放进来这里 将它放进来这里 OK 按收按收 然后我们这边就写一个 我们把它的名字改了改去print print OK 这边有一个print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写那个 print的名字 就是method的名字 给它一个话号 OK 我们到这里看print已经被用了 那么我们要pass 就是 要pass一个value给它 因为这边是一个answer OK nswr 我们将这个answer pass过去 我们将这个answer pass过去 这样子呢 它就会根据 这里 的instruction 这里的指示 去打印出这个 OK 我们多加一条line 多打印出一个号 假设说 如果你打印出来的话呢 你就写说print successful 我再来跑一次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 答印出600 print successfully OK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开始 你先call这个function 你叫这个function 你将1、2、2、23、10 你传给这个function 你传给了这个function 然后这个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java code 它就会去到这个function 去到这个function 它就会根据自己的指示做 这个function 叫我将这两个号码乘起来 再还回去这个号码 那还回去的时候 它会返回一个value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必须要assign 你就是要声明一个变量值给它 那么这个变量值 当它 接收到 还回去的这个value的时候 就是600 它就是传递给这个print的method 这个print的method就是这里 Double Answer DoubleAnswer 它把它传过来这边 传过来这边它就会根据 再根据这个method 来打印出 所需要的东西 打印出这个号码 然后print successfully print successfully 有没有可能说 不需要pass这个parameter 其实也是可以的 如果不要passparameter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 不给它 直接void 我们就直接 直接给它一个名字print tool 然后我们就 不给它任何parameter 就直接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将这一个 这个指示呢 给它去到这一个method 这个方法这里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并没有把print tool 写进 写进这里 我并没有把这个print tool 写进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只会打印出600 它并不会打印出这个 因为我没有 叫这个method 进入 这一个 mainstream里面 它就不会打印出来 我们跑一次试试看 你可以看到 它只打印出600 因为在这个print的 这个method方法里面 我只叫它打印出600 并没有叫它打印出这个 因为这一个信息 在另一个method里面 你要打印出来 那你就必须要 叫这个method 叫这个method 再一个semicolor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需要 pass任何的这个 parameter给它 直接打印出print tool 它就可以打印出这个 信息 我们来跑一次看看 那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print answer 它先打印出600 过后 它先打印出这个600 过后这个print successful 它是根据这个 Function 来打印出来 那么接下来这堂课呢 就是教你 关系到什么是宿主 那么宿主呢 在英文就是叫array 意思就是 你将一堆的数据 给它储存在一个array里 那么 你要做行就是呢 那个宿主呢 它可以将 像一个 folder 一个fold那样子 你将所有东西 储存起来 然后在有必要的时候 去 拿这些 数据 那么宿主呢 一开始也是要生命的 那么生命宿主其实很简单 你首先一开始呢 你要给予的就是这个 它的datatype 那这个时候我就用这个string 做一个 数据的种类 当你写了string之后呢 就是它的datatype之后呢 你就要给它一个这个符号 这个bracken OK 示范一下这个bracken 好了之后呢 你就给予它这个 宿主一个名字 这个时候我就给它取名为array 给它取名为array之后 我就等于 new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也是一样给它一个string 然后semicolon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记住 你一定要 告诉这个电脑说 这个宿主的 这个容量是多少 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用变9 因为等下待会我要储存9个数据 OK 那么现在 问题来了 要怎么样储存 这9个数据呢 OK 那你要现在知道事情 当你 写了这个9了之后 你要知道说你现在这个宿主它总共有9个 这个memory allocation 就是能够储存9个数据9个data 那么现在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indicate 那个index OK 你要indicate那个index 你可以看左边的这个图 就是说 这9个memory里面都有一个自己的space 每一个space 是 跟着一个index 连在一起 那个index呢其实就是那个号码 可以说那个index是从0开始 从0开始一直到8 所以总共加起来有9个 它并不是从1开始 它是从0开始 那么你要怎么储存呢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这样子 OK 你首先呢你要先specify 就是先说这个array的名字是什么 好了之后呢 你就要specify的index index就是这个号码 OK 你说在零的这个位置呢 在这个零的位置 我要储存这个名字 这个是Australia 这些都是 国家的名字 在用英文来写 在第1个0的memory 0的位置 OK我要储存Australia 那么在E的位置 我要储存这个Brazil 然后其他的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index OK在这个位置 它是告诉你哪个位置 那么好了之后呢 你要说说 接下来就是你 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去access 就是去拿这些数据 就是可以用looping的方式 循环的方式 就是我这个情况下呢 我通常我们都是用follow 那么就已经打follow 你先声明这个i 是从零开始 i是先从零开始 为什么要先从零开始呢 因为你要知道 在array里面 它的index 是从零开始 那么我们就要initialize 0开始 如果你initialize E开始的话 那么它就会先从 这个 array1 这个E的位置开始 那么也就是说 它会无视 这个0的位置 Australia 它就会直接从这个Brazil开始 所以打印出来 一个就只有8个数字 所以8个的这个data 所以我们不要 我们就是要先从零开始 然后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说 因为我们正要做的 就是要 给它刨完所有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总共有9个 所以我们要 i小过于 这个9 也就是说 这个i 你看到这index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i就是 这个index的这个号码 那么 这个index 最大的号码 直到8 那么我们必须要小过9 如果 所以说当i变成9的时候 它并不会继续access 因为最多那个index 到8 它只能access 到第8个 最多只有8罢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特常不会用9 因为这种太冒险了 而且有时候会很常出现错误 我们可以 直接告诉这个follow说 我们要跑到 这个array 就是这个数据的长度 也就是9 那么要怎么写呢 你就可以直接写 array 也就是这个array呢 其实就是 array.lan ok 这个array呢 其实就是这个 数组的名字 你可以随便给它取个名字 所以它的名字 再加上一个点 然后后面打一个lenght 这个lenght就是一个方法一个method 你的array 的这个library 好了之后呢 你就过后 一按的i++ 然后之后呢 这边就可以直接打印出来 就可以打印出来 你要打印出什么 你要打印出array 给你给它一个名字 你给它array的名字 你一开始给它的名字 然后你就这边放一个i ok 在这个情况下呢 i一开始就会是0 它就会说 我要打印出array在0的位置 在0的位置就打印出这个 过后呢它就会再增加 增加之后 0加1变成1 那么它这个时候 它就会打印出array在1的位置 那么 在1的位置 它就慢慢打印出来 一个个慢慢的打印出来 我们来跑 看看它会打印出什么 在这里呢它就会打印出 澳大利亚 Brazil Canada China Fresh 如果你要更好看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打 ok我们可以打印出这个 i ok 加以 这个 ok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符号 这样子比较容易看好 我们给它一个这个 bracket 这个bracket ok然后我们 给它加去 加去这个 i的 ok 就是说在什么位置 它是什么样子的号码 ok 我们给它跑 再跑一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 在0的位置呢 它就是澳大利亚 ok 然后它就会再增加一次 再增加一次的话 它就会变成1 1就是bracket 跟你一开始说 declare的是一样的号 然后这个是2 就是Canada ok 那么现在呢 我还可以再教你 另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要用户输入的方式来储存 进这个 array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再 import 不要忘记 你当你要用户输入 你一定要import这个 java scanner class 好了之后呢 你就一开始 但是也是要先declare这个scanner class 我可以给它reader 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给它任何一个名字 ok new scanner 这就是它的formula 它的格式是这么大 ok 好了之后呢 ok 我们可以给它 再declare一个 这种情况下 我们边有string 我们有int ok 我们有int 我们给它一个int 给它一个int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 new int ok 我们给它一个储存量 给它一个5 所以说现在要储存5个号码 那么现在呢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用户输入的方式 就愿意用户输入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 一样呢 我们也是用follow 我们有int 然后我们有i 等于0 一定要记住 i一定是等于0 因为 index 和array 数组 通常都是从0开始 那么我们就 一样的int integer.lan ok ok 这个integer.lan呢 其实它就会 return一个5 为什么 因为这个integer的长度 我们给它一开始 它的容量一开始 我们给它5 所以它均多只能 sale过5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i++ 可是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跟之前一样了 你要用户输入 你就不需要 跟用户讲 你要打出什么 ok 我们就给它讲说 ok enter enter就是输入 输入 enter d ok 我们就可以 再加入这个i 给i加与e 给i加与e 然后再加去 然后这边这个number 我们这边记得要控一个行 o eby在这里 对 这就是主要是 你叫用户输入 第一个 号码 对 这个输入第一个号码呢 它就会根据这个来 变好 eby这个是i i加1 eby一开始它是0 所以说如果你输入0个号码 这就有点不对了 所以我们就用 i0再加1就变成1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再 给它一个variable ok 给它一个variable 我们可以用int 因为我们一开始 我们的这个 array 数组 它是int 所以我们也要给它int 就是整数 那么int呢 我们就给它给一个number number 然后我们就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reader ok 我们要读这个 读取这个用户输入 所以我们有reader 所以当用户输入1的话 那么这个number 就会是 储存1的号码 如果用户输入30 就会变成30 就会储存这个30的号码 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进入 输入这个 int 就是array的名字 数组的名字 然后我们specify它的这个位置 就告诉它 在什么位置 你要储存这个 然后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在外面 再给它一个follow ok 我再给它来个follow 我们直接 copy这里 其实是 放完什么是一样的 我们来 我们复制这个 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告诉 说 我们直接打印出来 我们现在来尝试上 看看怎么样 刚才大家这边就输入第1个号码 我输入第2个号码是23 这边在我输入第2个 那我就34 然后第3个我就56 然后就12 第5个 我觉得我就给它33 ok那你可以看到 一开始 23 34 56 12 33 这些就是你一开始 一开始你储存了它这个号码 一开始你储存它会打印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如果那么的这些这个 条件复具 去跟这个 数据一起工作 那么要怎么样子呢 就是 你还会根据 数据里面说 提供的这些数据来做一些运算 假设说 这个你刚刚一开始你输入这里的吧 那么我这边就会写 可以说一样东西 就是一样的 也是follow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 现在你要假设说 OK 如果说 这个 数据里面的这个号码呢 它是 等于比如讲我们刚刚有输入一个 数据 数据的话叫做 30 23的 OK 那么我们就说如果这个数据的号码等于23的话 那么我们就 打印出相对的号码 给我们就打印出这个相对的号码 就打印出23 OK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我们就 就打印出 打印出这个 not 23 就是不是23 这是一种方法 因为条件附近去跟这个数据一起 组合在一起 一起并用它 那么我们再给来 4 给我们跑它一下 一开始它也是打印出这些国家的名字 我们一开始写了 然后我们可以一样 我们把这个33 给33 然后34 第三个我们就给这个23号 这个23我们一开始打了 我们给它23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随便打44 或者67 那么你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 在第23个 的时候 第在第3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是输入23 所以说在这边的楼下 你也看到它这边是输入23 其他的它不是23的话 它就不会 它就比打印出不是23 这个就是如何用 将这个条件附近 跟这个数据 一起并合使用的方法 还未经许如同 这边的肯定 就是 我们下证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